大魂之夜 这不是两年前发生的事情吗 今天是我和 钟亦兰成婚的日子 曾经已经错了一次 花浅 陷害莫瑶一家入狱 现如今都已真相大白 华魂王 先判斩首之情 如果人生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你会做出改变吗 说到底 如果远远我对钟亦兰的致命 才会连累整个画家臣子 很重要呀 这一次 就不要重蹈覆车 如果我没记错 昨日已经被捕入狱的沐云品 被捕之后的电视听 就在雨中自尽 由此 木耀才和画家不死不休 现在应该还来得及去改变 我不能再来原来的路 画家也是 你不相信我韩正正 但是我向你保证 日后我对你所说的话 权威时 你别够看我二人唱 华姐 我就不信你日后不会露出马脚 为什么有的人轻而易举 就可以博得他人的喜欢和信 而有的人 费尽心思 得到却是敌意和揣测 你看他这宗世元里的人 有哪个喜欢 小剑 你明明是我们三个自小一起长大 可是你的眼里永远只能看他师兄一生 我这一生我远 就是为了保护你 总有时忙怎么说话 就算是以后婚要不要我 我也死都不会离开 你还不想梦 总是愚弄 你为何连一步都不肯拍 你可曾问过我是否愿意 你为何不愿意 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都是无法选择的 是其余 也敢结束了 最后必死的结局 也会必是出品的 我爹和我娘都爱活生 我明明就会让他出去 不能改变了这一切 我梦 他以为我引走 记忆里有泛勇 人长大口太难学走 总有时忙怎么说话 你为什么就不能恕无所愿